台美台风22号凌晨两点生成 最新预估路径也出炉 将会通过菲律宾旅宋岛往南海方向移动 虽然不会扑向台湾 但是强大的外围环流恐怕也会横扫台湾 这是目前气象科学家 他们最难预保而且是最疼痛的 中国大陆他们现在对于一个研究的一个议题 叫做无人聚焦 这种天气系统比较不容易观测到 因为它具体不驾驭 气象专家不敢大意 因为台美台风有可能出现没有登陆台湾 却还是让台湾出现台风等级暴风雨的诡异情况 三年前的圆规台风就曾发生过 2021年的这个圆规台风并没有经过台湾的陆地 但是它却为我们宜兰花莲以及台东 带来非常显著的降 宜兰甚至于它居住地区也下到了将近1000mm的这个剧烈的降 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 那在大台北的山区基隆北汉宜兰跟花莲的山区 还有可能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渔市 秋台台美路径诡异 外围环流威力大再加上东北季风影响 周四周五台湾北部东部地区可能有大规模豪雨会下到发子 沿海地区最高将先12级狂风 虽然没有台风警报却像极了台风过境 环宇新闻张祥与王尤阳台北报道